哈囉大家我是花花 歡迎收看今天的花樣生活 然後今天呢就是要帶大家來跟著我平常 看我怎麼保養的 用的產品呢就是我的自創品牌 Bihana 所以等一下我就會用給大家看 教大家說我平常是怎麼保養的喔 所以現在就跟花花一起來保養吧 第一步驟呢就是玫瑰結鹽泡泡 它洗完我通常就會覺得好像 你不用再去馬上就要上保養品 也不會覺得臉很緊繃 而且你就可以把很多的髒汙給帶走 而且因為它裡面就是你知道非常高級 有美容液添加 所以洗完你就會覺得 好像就是保養第一步驟已經保養完了感覺 所以現在花花就要來帶著大家一起用喔 大家有看到它真的有很端的感覺嗎 因為它就是這麼端這麼綿密 所以它其實可以把你臉上非常非常多的髒汙跟粉刺都帶走 所以現在我身邊的人整個都超愛這瓶的 再來就到第二步驟囉 第二步驟就是用這瓶 它是所有所有Bihanna裡面賣的最好的 玫瑰直翠精油 為什麼它賣的這麼好呢 因為它一瓶真的超級多用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這邊有兩層 然後下面是唇露 上面是精油 所以呢你洗完臉之後 如果你想用化妝水去輕拍臉啊 或是在化妝棉上 就是有擦拭的感覺 像我就很喜歡再用在化妝棉上 然後再擦一遍臉就好像二次清潔的感覺 然後呢用完之後呢我就會搖一搖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混合了變粉紅色超可愛的 它就會變成精華液 然後它可以鎖水補水保濕 而且其實你的不管眼周的細紋啊 還是嘴唇啊 甚至是你就是身體任何乾乾的地方 都可以用著品 現在就是直接要上給大家看 就是平常我是怎麼保養的喔 然後大家看到我剛剛這樣保養會覺得就是那種精油按摩保養的感覺非常享受 記得用這瓶的時候要搭配我剛剛的按摩手法很重要 因為這樣才會有緊緻拉提的效果 而且它的香味啊我自己非常喜歡就不會很人工 然後就是有那種很舒服的那種大麻式格玫瑰的花香 而且這瓶啊就是你冬天的時候有時候我們不是粉底會有點均裂會有點乾或脫粉嘛 你把它夾一滴滴在粉底裡面你就會覺得底妝非常的服貼喔 然後再來呢第三步驟就是到我們的紫萃水明精華霜 然後當初會有這瓶呢是因為很多人跟我講說 用完剛剛的雙層精華之後到底要用什麼呢 所以我們就研發出了這一瓶 而且這瓶大家有沒有看到它的瓶蓋是很像鑽石的感覺 它其實就是告訴你說你擦了之後就臉上會有那種鑽石光的那一種光澤 大家剛剛看到我手上的光澤就知道為什麼我這麼愛這瓶紫萃水明精華霜了吧 因為它真的超級一秒爆水的我沒有用過這麼好用的保濕產品 所以推薦給第一你跟我一樣是乾性肌膚的人 第二你想要保濕又想要美白但是你不想要用太多瓶瓶罐罐的人 第三呢就是你就是會覺得好像有水不平衡然後常常會長粉刺然後毛孔粗打人 你一定要試試這瓶 你真的會覺得天啊我真的太晚遇到它了 然後再來呢我要跟大家說我的秘密武器就是最後一步驟 因為剛剛全部三個步驟就是一般基本的保養就是把你的底子顧好 可是呢如果你想要比別人更厲害女生的心機就在這裡就是這一瓶 它叫做玫瑰直萃修復凍膜 那它主要也是保濕鎖水 而且它最厲害的是可以一睡就擺 不誇張你睡前五分鐘擦在臉上 然後你不用洗隔天早上洗完你就會覺得天啊為什麼我今天臉這麼亮 我昨天做了什麼就是因為擦了這一瓶 大家有沒有看到剛剛就是玫瑰直萃修護凍膜的厲害 所以呢它其實不只是就是凍膜好像一般的晚安凍膜這樣塗在臉上 它裡面的玫瑰花板是可以把它擠壓開然後擦在臉上 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嫩白效果 而且其實如果你夏天啊或是曬傷你把它冰在冰箱 它可以做修護 然後冬天的時候像我們現在在洗澡 先把它卸完妝跟厚厚的塗在臉上 它就是可以當溫膚 所以這瓶真的是就是你要比別人更容易當女神的秘密武器 那剛剛看完花花就是示範給大家我平常是怎麼保養會不會覺得很簡單 其實就是這四個步驟然後早晚都可以用 然後其實呢花花已經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好評回饋 大家看超級多的 然後因為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就把它收集在Instagram上 然後大家可以上去搜尋比哈娜 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好評喔 然後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或是希望花花能夠可以再研發出什麼好用的保養品啊 或是你也好想跟大家說我用了真的改善很多 可以留言給花花 大家看就是這裡簡單的保養比哈娜超好用的 那掰掰囉